拖家带口去旅游是一种什么体验 三年没去旅游了 这次我啥也不顾了 因为再不走父母就该走不动了 这次行程从北京出发到上海杭州和苏州 一下飞机朋友招待全家聚餐 第二天安排了迪士尼 虽说迪士尼是小朋友们的最爱 但我父母也弥补了他们童年的缺失 上海住家脚是我爸的最爱 儿子的兴趣点是找汉府姐姐拍照 虽然上海出差很多次 但带父母和娃来玩还是头一次 当我们大人沉浸在外滩的风景时 但儿子的关注点却是路过外滩 发出轰鸣声的各类跑车 想去杭州时娃突然感冒了 于是去了医院 在上海休息了两天 针着老人孩子休息的时间 朋友引见了带米珍珠的创始人 并参观了他们的公司 还进入了他们的宝藏库房 娃好后马上租车开往杭州 到了杭州发现核酸点真是少啊 每次出去玩回来只能大晚上的找核酸点 自费四元一次 孩子由于没身份证 必须拿护照或者户口本建党才能做 西湖坐船讲白娘子的故事 雷锋塔倒了 儿子问我白娘子出来 后来去哪了 另一字里还原我五年前许下的愿望 进入苏州 已经是十一节日了 下了火车 借着过关一样的接着检测 本想穿着旗袍 在苏州园林里拍点美照 怎奈何长廊里的人 早就形成了另一种风景线 而儿子的兴趣点 还是找各种他认为漂亮的汉服小姐姐拍照 虽说在老人孩子旅游很麻烦 但我的字典里 只有家人跟我一起看风景 我才感觉踏实 他们在我身边 我才会没有任何遗憾 因为我知道 有些事错过 就真的无法弥补了